台湾产战斗型无人机被援助给乌克兰 可携带8枚大口径炮弹 堪称V型轰炸机 在乌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火力军在资讯中就提过 台湾无人机厂商XDYNAMICAS公司 就曾捐赠了10架Evov-2无人机给乌克兰军方 总价约在3万5千美元 该款无人机为市售民用版 仅能进行人道主义搜救和勘察任务 而此次出现的台湾无人机则强悍许多 是台湾DARNAS VATION公司 专门为作战研发的战斗版无人机 型号为Revov-860 翻译过来就是转轮手枪860 DARNAS VATION公司成立于2010年 地址位于台湾基隆市 主力产品除了无人机 还有开发出无人机反制系统 据波兰媒体报道称 该公司曾出售上百架该款无人机给波兰 波兰随后将其捐赠给乌克兰使用 在传出该公司的数百架战斗型无人机抵达乌克兰后 DARNAS VATION公司却相当低调 仅向媒体表示 由于与客户的保密协议以及国际形势多变的原因 不方便向公众透露详情 不过该公司已经向媒体证实 其在波兰的确有采购商 波兰的客户已经购买了该公司的全系列无人机产品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久 三月份波兰采购的该公司无人机数量就有所增加 并且在过去五个月中订购的无人机数量 以及从波兰下订单的公司的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相信该款无人机应该已经参与过乌俄战场上的战斗 该款战斗型无人机采用四轴双旋翼 共计八组叶片的设计 机体重量为42公斤 直径为1.35米 这个质量和尺寸妥妥的属于大型旋翼无人机 机体下方配备轮毂式投弹武器舱 武器舱设计可容纳多达8颗60毫米迫击炮弹 弹舱每旋转一次就释放出一个迫击炮弹 类似于左轮手枪式的投弹方式 通过投掷迫击炮弹来攻击敌方的地面部队 当装载8枚60毫米的迫击炮弹时 其最大飞行距离为20公里 在空中停留时间则为20至40分钟 这对于现有的悬翼无人机而言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当其他无人机还是扔下一枚弹药就得返航时 台湾这款无人机就如同开挂一般 能够一枚接一枚的扔炸弹 并且这个功能对于俄军而言 更可谓是闻所未闻 虽然俄军挨头顶上的无人机炸案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一般而言 只要躲过一枚炸弹 就可以安心散步了 而该款无人机就不一样了 连发的弹药确保俄军炸弹吃到饱 因此还能打得俄军一个措手不及 另外 该款无人机还可以进行改装 以满足不同类型的任务需求 该款无人机在改装后 甚至可以携带81毫米和120毫米的迫击炮弹 难怪有媒体将该型无人机描述为 飞行迫击炮 如果该款无人机真如厂商所言 能够携带120毫米的迫击炮弹的话 那么其所能够达到的威力 不要说民用多悬翼无人机没法与之比 就是很多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都比不上 120毫米迫击炮弹 火力军真是想想就害怕 一般情况下 这种口径的迫击炮弹 重量大概在18公斤左右 这也是单兵能够携带的口径最大的炮弹之一 一发120毫米迫击炮弹爆炸 其破片杀伤范围 足以覆盖半个足球场 真要被击中 那可绝对不是喝一壶的事了 如果准确命中坦克的话 根本用不着配备破甲弹头 就足以炸穿坦克薄弱的顶部装甲 从而摧毁坦克 只不过一枚18公斤的重量 该款无人机大概率是装载不了8枚 但哪怕就算是携带一两枚 其能对敌方造成的破坏也是致命的 而即使没有大口径炮弹 这款无人机对于乌克兰而言 其能够发挥的作用也非常广泛 主要的原因就是 随着包括MK19在内的 多款北约自动榴弹发射器 援助到乌克兰 乌军队也获得了M430系列 40毫米杀伤破甲 双用途榴弹 而毫不意外 这种性能优良的弹药 也被乌军前线的无人机飞手们看中了 通过为其安装3D打印的尾翼 并修改隐信保险 使得其成为乌军无人机的新弹药 M430系列40毫米榴弹 相比乌军此前大量使用的 VOG17系列30毫米榴弹 40毫米榴弹的威力更强 尤其是具备破甲能力 足以击穿76毫米厚的 均质钢装甲 其破片则拥有 5米的致死范围 和15米的伤害范围 这意味着 乌军使用台产无人机 在投掷M430系列 40毫米榴弹时 可以直接攻击 俄军各类装甲目标 而在此前由于VOG17系列30毫米榴弹 不具备破甲能力 如果无人机操作员要攻击俄军装甲目标 要么就得将VOG17系列30毫米榴弹 精确扔进俄军装甲车辆的舱口 要么就得使用更重的反坦克手榴弹 而现在有了M430系列40毫米双用途榴弹后 对付俄军的装甲目标就变得简单了不少 在战术使用上更加灵活 仅可以打击几乎战场上发现的所有目标 甚至还有视频显示 无军无人机投掷的M430系列40毫米榴弹炮 甚至还摧毁了俄军的坦克 通常而言 该款弹药仅能对步兵战车等轻装甲目标起作用 而俄军坦克竟然能被摧毁 这也再次暴露了俄军缺乏反应装甲的问题 俄军炮塔顶部如果安装有反应装甲 并能够正常起作用 破甲深度仅76毫米的M430 是绝对不会击穿其炮塔顶部主装甲的 而无人机装备无军的意义 远不止是廉价而有效的火力投送 更为重要的特性是空中侦察的广泛化 当然这不仅适用于台湾这款无人机 理论上任何异形民用无人机 都能担负起战场侦察的任务 在此前的战争中 都是强国欺负弱小的时候 有空中侦察 战场对于实力碾压的国家而言 单向透明 或者空中侦察停留在比较高的级别 比如集团军或者师级单位 才有空中侦察能力 空中侦察的范围 也必然只是针对重要目标 但战场无人机的应用 把相似的侦察能力直接下放到了班组 甚至单兵身上 有侦察能力的可能是一个步兵班 一个迫击炮小组 一个反坦克导弹小组 甚至是一辆武装皮卡 被侦察的对象也就变成了一道战壕 一个小阵地 一个车队 甚至是一辆敌方的车辆 可以说民用无人机战场的发展 将战争中的侦察手段迅速高效化廉价化 战场空中侦察再也不是大国的专属 在当年的叙利亚战场 囊中羞涩的叙利亚政府军 就购买了相当数量的DG-1无人机 用于战场侦察与打击引导 而反政府武装同样也购买了无人机 并进行批量仿制组装 在用于侦察的同时 还让无人机挂载轻量的爆炸物 进行恐怖袭击 这让政府军不胜其烦 最后迫于人道主义压力 DG-1只能将叙利亚列为禁飞区 来阻止恐怖分子利用无人机投弹袭击 因此火力军认为 在以后的局部战争中 以民用标准制造的武器 会发挥巨大作用 甚至有时候比专业的军事设备更有用 有人会说民用无人机 最怕复杂的电磁环境 但看一下最近世界上绝大部分战争 有复杂电磁环境的能有几个 而无人机干扰器的确能阻止无人机 但消费级无人机呢 可怕的产量和低廉的价格 完全可以做到以量取胜 比如市面上最普通的DJI无人机 一架仅700美元 购买4000架也仅需280万美元 这个价格连半个TBR军用无人机都买不到 并且在现代国际环境下 武装冲突都是逐渐加码的 小规模冲突和代理人战争打不赢了 才会出现大规模战争 没有谁一上场就是王炸的 因此大量依托民用品的市场和产能 生产出来的廉价武器 未来作用会非常大 就比如本次登场的台湾 这款无人机 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如何利用大量民用产能 生产能够迅速投入战争的武器 将会对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 产生关键性影响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在未来 还有哪些民用级数码产品 会对战争产生影响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